纳税义务人的小确信来了 2023年度纵索税第二批退税 将在31号拨进指定账户 或寄发退税评单 根据财政部资讯中心初步统计 全国符合综合所得税 第二批退税案件共9万4104件 退税总金额超过16亿元 换算平均每件退税1.7万元 接下来第三批退税在明年1月20号 包括申报缴税及不缴不退交查核定 以及逾期申报的案件 国税局呼吁请民众多利用 直播退税方便又安全 只要报税时在存款账户退税栏位 或在国税局即发 使用直接划拨退税同意书时 填纳税义务人配偶或受抚养亲属的存款账户 退税款就可以自动拨入指定账户 除了可以免除退税评单被冒领遗失 或因为更改地址没办法收取的困扰 又可以节省前往银行办理的时间